我们来关注一下摩托车市场 最近几个月呢 我国的摩托车的产销量 双双出现上升 那么逐渐升温的摩托车市场 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北京的一家摩托车专卖店 顾客安先生正在签订购车合同 这是他的第一辆摩托车 男孩子都有这小愿望 想要想要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 我也等了一段时间 然后今天过来直接就在这店里提了 安先生购买这款车售价三万多元 这在店里属于中高价位 也是爆款车型 不仅在门前停放等待提货的现车 都是这款 前来咨询试驾的顾客也不少 从五月份就进入一种缺货状态 这一款车供货周期就需要一个半月 而不少价龄较长的顾客 则把目光投向一些更高端的车型 窦先生设驾的这款进口车排量超过一公升 以相当于一辆普通小轿车 售价自然也不菲 感觉挺好 刚买的车的时候排量比较小 然后就是驾驶乐趣没有那么更高的提升空间了 所以现在就是把第一辆车卖了 想买一辆第二辆车 提升一下自己的价值乐趣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到去年为止 国外主要的摩托品牌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这也带来了门店形态的改变 如今越来越多的摩托车门店 不只是卖车 而是集成了各种配件零售 售后服务 俱乐部活动为一体 和汽车一样的4S店 我们以前都会看 这个照片这个车真漂亮 这个车在国外销售的怎么样 现在到了国内 我们成了全球首发 品牌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包括对摩托车市场的信心 也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 数据显示 今年六七八月连续三个月 国内摩托车全行业销量 实现同比增长 呈现复苏态势 进口品牌方面的销售势头 则更加强劲 今年一到七月 进口摩托车销量 同比增长达82% 骑摩托车可能很多人 都关心牌照的问题 事实上近些年来 一百多个城市 都明确对摩托车 实行了限制的政策 而从2017年的11月开始 陕西省西安市 则放开了摩托车上路的禁令 那么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西安的摩托车市场是否出现了变化 安全管理又如何呢 目前在陕西西安 摩托车上牌通行已经没有限制 在长安区车管所摩托车业务区 记者看到不少市民 通过预约前来办理摩托车上牌 过户的手续 拿到牌照了 心情怎么样 非常高兴 第一辆摩托车 心情比较好 像何先生和李先生这样的新驾驶人 西安市两年以来多出了近八成 2018年以前 我们的摩托车驾驶员有12万人左右 但是18年以后 我们新增的摩托车驾驶员的增量 就达到了10万多人 它的增幅是78.93% 与此对应 摩托车保有量也增长迅速 从2017年11月的14.7万辆 增加到今年7月的19.5万辆 增幅达33.1% 为了应对摩托车出行的增加 西安市加大警力投入 加快了摩托车事故处理速度 利用人脸识别和大数据 加强对驾乘行为的管理 武警官表示 摩托车在西安属于小众出行方式 加上占用的道路资源比汽车少 目前运行平稳 起到了补充群众出行方式的作用 下一步是否恢复计谋措施 公安部门在与政府相关部门 进一步调研论证后 将公开征求意见 经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发布 记者了解到 目前在全国共有一百多个城市 实行对摩托车的限制政策 其中像西安这样恢复 通行摩托车的城市属于少数 对于两轮车的管理 其实包括三轮的机动车的管理 绝对不能一放两只 也不能够一管两只 完全应该是因诚实测 在一步一步的实践中 这才是真正的 现代社会的质疑的改善之道 我们来关注陆海新通道 这条通道利用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 由重庆 向南 京 贵州等地 通过广西 北部湾等口岸 通达新加坡及东盟 重庆和广西海关联动推出的 连城转关模式 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23号上午 一家重庆外贸企业 通过陆海新通道铁海连运班列 进口的83吨鱼油 在重庆铁路口岸完成查验 并通关放行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批货物从越南胡志明港出发 乘海轮到广西青州港后 可以直接搭乘铁路货运列车 到重庆完成清关 之前是必须要在青州港海关 进行清关 然后再乘坐陆海新通道的班列 返回至重庆 据了解 这种重庆和广西海关 联动推出的连城转关模式 可以让货物在青州港 实现快到快走 既解决了青州港货物拥堵问题 也为进出口企业 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在这种模式下 咱们可以节约 大概8个小时的运输的时间 然后可以选择 在咱们重庆本地清关 节约了成本 大概在10%的左右 除了通关环境进一步优化外 今年陆海新通道运营平台 也加强与西部地区的合作工件 增加运输货物的种类 提高辐射带动能力 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 今年8月份 重庆海关共监管方形班列 141个 运送2419个外贸集装箱 同比增长71.95%和45.72% 创历史新高 截止到目前 我们的货物已经抵达了 全球的94个国家和地区的 276个港口 从1月份到8月份 我们现在的班列已经开行了 801班 同比增长19.2% 虽然今年黄金强劲的上涨 势头引发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但是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讲 跑赢黄金的加密货币 可能才是今年真正的 头号投资产品 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 加密货币市场正在回温 但是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那么更多的相关的情况 我们马上来看 ZNBC温多从新加坡带来的报道 追踪以美元计价的主要加密货币的 蓬勃银河加密货币指数 今年迄今涨幅是接近了70% 那相比之下 黄金的涨幅则是只有20% 强劲的上涨 不仅帮助加密货币跑赢了黄金 也超过了全球主要股市 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收益率 如果单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 加密货币可以说是 今年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了 主要加密货币当中的涨幅 最显著的可能就是以太坊了 CoinDesk的统计显示 以太坊今年迄今为止的涨幅 达到了169.4% 而比特币为49.48% 那推动加密货币上涨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所谓的Define 也就是去中心化金融的接受度 在不断的提升 而加密货币是这方面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原因 巨额刺激措施的出台 可能会刺激通胀 削弱美元 而支持者认为 比特币等主要加密货币 是提供了一个保值的选项 那我们知道 全球加密货币市场总值 在2017年是达到了峰值 但在随后的2018年 急速的转冷 不过随后又逐渐回温 现在的总市值 差不多在3300多亿美元附近 近期加密货币方面 仍然有一些利好的声音传出 比如由巴西基金管理公司 Hashdex和纳斯达克合作 推出的首个广泛追踪 全球加密货币的ETF 已经是获准在百募大 证券交易所上市 那多国央行也在这个方面 有所探索 但是总体上来说 加密货币仍然还是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的 我们还记得在去年 脸书公司的天秤座 加密货币项目 一度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但是因为监管介入 而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那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加密货币本身 以及去中心化金融的 质疑生和反对生 也是一直存在的 而对于散户来说 投资加密货币的风险 就更值得警惕了 虽然整体投资回报率还不错 不过呢 加密货币种类众多 差异巨大 即使是比特币 以太坊这类规模较大 相对比较稳定的币种 其价格波动呢 相比于其他主要的 投资产品来说 也是更为显著的 那或许还需要一定时间 来检验投资的可靠性 那对于加密货币的发展 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